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断然不能容忍的 台湾是我们日本的禁卵 是我国境之难 你要知道当日本人在讲国境之难 讲的是台湾吧 所以什么叫台湾光复啊 这是为什么台湾光复这四个字 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竟然要被砍掉 不准出现 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在台独掌控之后 在一生自认为是日本人的守护神的李登辉掌握之后 就逐渐逐渐的转移 转移这个教科书 要来塑造台湾人是中国人的这个人物 而变成是要塑造台湾人 是日本人或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而是无主孤魂 因为当你在讲台独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就是斩断了台湾跟中国的连接 你否认 明明有 你否认 好 那否认了之后呢 以及在否认的过程呢 就要不断的捏造日本对台湾好 台湾曾经属于日本如何的光荣 哎 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就讲 有三个台湾的老人 87岁 92岁 99岁 跑到东京去状告日本政府 说我就是希望在我死之前 我能够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而死去 他们那几个人是出生在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刻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时刻 像这样的思想呢 就是台独要在台湾的教科书给台湾人给掐进去 所以为什么对台湾光复这四个字 怎么样就是不能容认 思想的斗争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斗争 每一个人内心呢 自己也会跟自己做思想斗争 一个社会也会有不同的思想流派 思想潮流 利益的纠葛来做斗争 不同的国家呢 比如说我要摧毁这个国家 我要消灭这个国家 当然有军事战 但是更有文化战 思想战 所以文化战 思想战 包括新闻战 教育战 媒体战 这个全部到归根到最后都会影响这个社会 这个老百姓内心的这种想法 所以每个政府都会有很多人在做思想调查 在做政治真法 一个国家 不管你是民主国家 还是帝王国家 帝国 不管怎么样 都会有任何政府跟你保证 美国 英国 法国都有 都会政府部门里面有一笔钱 很大的一个队伍 在做政治真法 在做情治调查 它里面有很多规定 比如说要看有没有对方派来间谍 有没有敌国的间谍 有没有敌对式的间谍 那你就要雇防 要干嘛 那你会放很多的细胞 你会吸收很多的线民 这样子 好 那一旦翻过来以后 这些历史怎么办 现在台湾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有民进党的立委 几十年来都是民进党的立委 台中市的黄国书 最近被民进党把持的单位 把他的资料丢出来 来做一番的操作 什么操作呢 就是民进党有一个非法的违宪的组织 也不能说非法 因为它有一个促转条例 然后就通过一个促转条例 成立一个促转会 就是说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所有干的事情都是错的 我们要负责把你干的 这些错的事情都纠正过来 只要你干的都是错的 我假定你都是错的 那你要证明你是对的 好 那他干了很多事情呢 又把孙中山的红像弄倒啊 把蒋介石的红像弄倒啊 要改入民啊 改校民啊 要搞很多事情啊 什么什么 要公布很多的资料 好 问题来了 你要公布资料 我有这么多的资料 我有20层楼的资料 那么我要公布哪些 我不公布哪些 这就在我决定 我什么时候公布某一个人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在比较高压统治的时候 曾经所有的东西都在我手上 我什么时候公布 我公布多少 我公布公布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资产 你国民党的人 你民进党的人 你谁谁谁所有的人 谁不是在我监视之下 谁黑资料 白资料 见不得人的资料 日记里面写的东西不是被我看过 述转会 最近他公布了野百合学运时期 有一些人被监视 被监听被怎么样 然后公布了一些资料 野百合是发生在1990年 那个时候注意 台湾那个时候已经政治解研 台湾政治解研是1987年 1990年已经是李登辉了 好注意啊 结果就在李登辉的时候 李登辉理应外合 暗暗的支持野百合学运 也靠着野百合学运 巩固了李登辉的权位 你要知道因为李登辉 他是本省所以他借着暗地支持 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学生运动 然后反过来压 国民党里面的外省 你们要给我李登辉更多的权利啊 因为我是民选 我是那个你们军方要退啊 你们怎么样啊 所以一步一步一步的牢牢的掌握了权利 所以野百合学运 很多民进党的人会把它扭矩成说 哎呀我们这争取民主啊 啊我了不起啊 学运了不起啊 狗屁 因为坦白讲 黄伟哲 我的哥哥那时候也是参加野百合学运 我当然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参加 我那时候正在打工 因为辍学嘛 我啥都不是正在打工 但是我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的 整个的社会的氛围 李登辉要夺权 那野百合学运当政的人 他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学运在干嘛 不管这个当政叫国民党 还是叫做谁谁谁都一样 就好像说现在台湾的所有的统派 还有现在国民党里面 也会被民进党安插很多请制人员在里面 很多宪民在里面 那这个黄国书就被爆 很多参加野百合学运的人 在那边比对来比对去 哎呦我被监控了 怎么这些我们只有五个人开会的事情 为什么被报告上去 哎这一次另外六个人开会的事情被报告上去 交叉比对 结果突然间爆料 一个亲民进党的团体 也就是民进党专门用来放话的一个管道 就突然之间丢出来说 黄国书经过交叉比对 他就是这个国民党的献民 安插在野百合里面 因为黄国书就是当时参加野百合的反对运动 前民进党的秘书罗文佳 他就说当年有人做党国情治系统的细胞 而今继续扛着民进党的里面招牌 招摇撞骗 获取权位这种学运分子 最好赶快自行了断 以免身败引烈 这是陆文佳讲的 蔡英文也讲话说 台湾已经走过党国时代 现在的台湾文化的发展 已经不再受政府的禁止 人民的言论跟表达自由也受到了保护 有吗 黄国书呢 在10月17号 他顶不住压力 他出来宣布所有 我大学时候 被迫协助情治单位政治征收工作 迫于无奈 也跟当事人表达愧欠 即日起退出民进党 也退出民进党的党团 他的立委任期结束 到2024年结束之后 他就退出政党 他就不再选了 这种民内语叫做要北啊 就是献民 这个在政治上 当然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 但是黄国书他当年干嘛 他当年是政府单位的 国民党执政完 他不是国民党的羡民 他是当时政府的 安插的羡民 要向政府回报 你们这些反对派在干嘛 那黄国书说 哎呀 那个时候是因为白色恐怖啊 戒严啊 破于无奈啊 这个是鬼扯啊 为什么 那个时候已经减年了 第二 那个时候领导人叫做李登辉 所以 这个整件事情是荒谬的 民进党又推崇李登辉是民主之父 但是民进党 又把李登辉干的狗皮倒灶的事情 又推给国民党 国民党跟李登辉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太多了 所以国民党 也不敢清理李登辉 你不敢清理李登辉 你怎么跟李登辉的立场切割 那你就要容纳李登辉 所干的所有的恶事 包括台湾 开始说有黑金 那是李登辉 从1987年 一直到你说陈水扁直升吧 2000年吧 13年时间 李登辉干的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被冠上不民主 然后不是李登辉要背 是国民党要背 这个我想不通这个道理 因为国民党的懦弱 因为你不知道民进党 可以没有底线到什么时候 国民党当年在台湾 确实是一党独大 在解言之前 台湾长期在戒言体制下 确实也是很少见的 但是当时的戒言 跟很多人想象的戒言 其实也不一样 我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台湾才戒言 你看我从六岁到二十几岁 那么几十年的时间 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 那个社会氛围是怎么样子的 一个普通老百姓 有没有一般的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 可能会被管制 言行举止怎么样 你都很清楚的 那绝对不像民进党 所讲的那样 人民毫无自由 你不从政 你要做生意 你也是什么生意都可以做 但是当然政府管制 你不能做 你不能做枪 某些行业你不能做 某些行业专卖 你不能做酒 酒是专卖的 你不能做盐 盐是专卖的 那你非得做酒跟盐吗 你不做酒跟盐 台湾不是产生很多富豪吗 所以所谓的这种戒言的打压 你不要一刀切 至于说对台湾人 所谓的台湾人 其实所有的人都台湾人 住在台湾的人 但所谓的本省人跟外省人 其实本省人是比外省人 一般的有钱的 在政治权力上 可能分配上 刚开始是比较美的 但是绝对比日本统治的时候 好太多太多 因为所有的权力都是公平 我们回过来讲 黄国书辩解说 他当年做宪明是因为 白色恐怖 因为戒严被迫 这个很难相信 但是做宪明这件事情 本身也没有错 我认为没有错 倘若做宪明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而不是为了政治人物的本身的私利 请问有什么错 本来美国的FBI 会不会在美国的各个反对的运动里面 安插宪明 尤其是你如果说 有违反当时的法律的各种活动 一定会布建 我不是说布建就百分之百对 那主要是黄国书啊 你当年是布建进去国民党的情治单位做宪明 那国民党是长期几十年的执政党 那民进党的宣传是把国民党宣传成 一个十恶不赦的妖魔 你自己是这样的 好 然后你又在民进党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问题来了 黄国书是什么时候退出不当姓名的 这个我们答案也是误解 更可耻的事情是 民进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布黄国书 有一个立委 台独的立委叫Thank you 陈伯伟 就是一个非常低俗 酒驾开车肇事逃逸 他干了很多事情 他现在要被罢免 10月25号要罢免 结果民进党做什么操作呢 民进党呢 把高铁票优惠 针对大学生优惠 就在要投罢免的这个时候 全台湾的高铁针对大学生优惠 意思是 让在台北在其他地方读书的大学生 可以回去台中 去支持陈伯伟 支持Thank you 因为他在台中 那这个针对大学生的高铁优惠 优惠到什么时候呢 优惠到台湾还有四个公投 在这四个公投发生之前 这个优惠就结束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学生可能比较支持Thank you 大学生可能比较支持公投 所以你刚好就高铁票 就切割了 就让支持Thank you的大学生 回去比较多 让想要投公投票的学生 回去的比较少 光是高铁票都可以这样操作 而在这个时候 突然丢出了一个黄国书 你要知道现在任期还不到两年了 他现在是说我要做到任期结束 如果他顶不住压力 他任期没有结束 他就下台 那么他这一席的补选 这样操作就对民进党有利 这个时候丢出国民党是万恶的国民党 那又对陈伯伟的罢免 这个投票对民进党有利 所以连这个黑资料 这个时候丢出来 交给媒体爆料 交给亲民进党媒体爆料 哎呀这个操作 所以你要跟我讲 民主 民主 蛮好笑 我就在想还有多少人有黑资料 陈水扁以前是国民党的党员 谢长廷 谢长廷也是国民党 之前不是也有资料说谢长廷 也是谢民吗 也是要非啊吗 恐怕 民进党现在手上还抓着谢长廷 这个黑资料 柯建民 邱毅人 你应该说民进党里面有几个人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对不对 当年是人家逼你参加了吗 不是啊 你看了有些人是大学的时候参加 有的人是高中的时候 是为什么 是觉得参加国民党对你比较有利益 可以吃香的喝辣 所以一个黄国书让我看到很多可怕的事情 10月14日 中俄海上联合2021的联合军事演习 注意哦 第二天 10月15日 美国海军驱逐舰查飞号 靠近俄国领海 并且试图越界 遭到俄舰 就是俄国的军舰 立刻驱离 台湾海峡的南边 就发现一艘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 跟一艘加拿大的海军巡防舰 从南往北航行 所以你就看到中俄在军演的时候 美国这边很多动作 你要知道最近才刚刚有美国的一艘 核子动力潜艇 非常诡异 而且不遵守国际的公约 他竟然肇事逃逸 在南海 他自己承认 他撞了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说他不知道撞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撞了他就跑了 遮遮掩掩 壮事逃逸 结果有没有人敢骂美国 大陆国防部说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顽固 暴守以台制华的战略 升级 跟台湾的官方往来 有什么官方往来 美国国防部要跟台湾的军方的高层见面 正是军方对军方 美国的国务院亚太驻清 去见台湾派驻美国的代表 这个以前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你跟台湾没有官方关心你见什么 当然是不能见 这是非常敏感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你要见我台湾的人 我北京要不要知道 你参伙我国家的内政什么意思 美国就是要给你见 所以大陆的国防部说的好 说美方就是要以台制华 他不只是反对你统一 绝对不是像有很多人讲 哎呀美国是不同不独步 不是 他是要以台制华 这个以台制华有一个积极的侵略性 以台制华 所以他升级跟台湾的官方往来 加大跟台湾的军事勾连 派驻美国的军方人在台湾 跟台湾联合训练 让台湾购买更多的美国的攻击性武器 帮助台湾拥有更多的导弹 他说宣布对台湾出售武器计划 美国军舰多次过航台湾海峡 军机降到台湾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保持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的高度戒备 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势力的干涉 跟台独的分裂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成 大陆的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 他出席第五届的两岸关系天赋论坛 讲话是非常温和的 所以你要听得懂 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跟警告 你台湾不要再搞了 一旦武力统一大陆要付出代价 台湾要付出代价 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你现在已经变成是几乎和平统一无望 而且你让大陆感觉不早点统一 对大陆伤害越大 但台湾能打吗 你是不是要拜托解放军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打 不行早上九点到十一点 十一点要准备吃中饭了 两点到五点 中间是上国军上班时间 晚上不能打 刮风下雨台风 太阳太大不能打 天气太冷不能打 天气太热更不能打 就不要让战争发生 你不要妄想什么叫做维持现状 你不要妄想像张亚中说什么一国两制 签什么和平协议 然后让台湾可以搞外交 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就老老实实的坐下来谈和平统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台湾可以有很优惑的条件 这样还不行吗 还不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